好 主播各位观众持续带您来关心这个花莲自强 好遇到土石流脱轨的这个意外事故 那我们知道自从昨天4点50分发生这个意外之后呢 其实台铁的西正线的这个路段呢 是全面的封闭的这个情形 那其实不少人也相当关心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通车 那我们进行团队呢 也持续在现场为您掌握第一手最新的资讯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点呢 其实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往这个方向望去可以发现两条铁路呢 是紧邻在一起的 那靠近海边的这个左手边的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东正线 那东正线从昨天到今天呢 一直都是这个单线双向通行的 那右手边的这条轨道呢 就是昨天发生事故的这个现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靠近边坡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昨天土石流崩塌的地方 那其实现场的轨道上面的淤泥 还有这个落石砂石都已经清理完毕了 那我们其实一直在现场守候 像是在刚刚11点多的时候 就不断有工程车在这个路段进行来回的测试 一共看到了四趟的来来回回 那这个工程车的巡轨测试呢 主要就是看在通行的过程中 有没有受到一些落石或是其他砂石的阻碍影响 那也要来测试说 这个轨道现在能不能承载这个列车的重量 那我们刚刚收到最新消息 现在目前呢有一台机电车要从新城站来出发 那一旦等到这个机电车通行 确认这个电力跟耗制设备都是没有问题的话呢 就可以进行这个通车 那刚刚呢台铁的应变中心小组呢 也是初步回应说 有望可以在12点半以前就全面通车 以上是现场为您掌握到最近情形 我们会将在如果更新的状况 我们也会持续为您播报 想让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